周年过后千万别在朋友圈里显摆这三样东西 尤其是第三种 看似有面子 实则很掉价 记得点赞收藏 时刻的提醒自己 第一 财不问路 贵不东西 人都是有嫉妒性的 这是人性 千万别想着去挑战人性 你如果随意的去暴露自己的钱财 很容易遭人惦记 甚至会引来不好的灾祸 西游记中有这样一段故事 唐灯师徒二人到了官医院 而院里的老曾拿出了自己的宝贝 对唐灯炫耀 孙悟空安顶不住 拿出了唐灯的袈裟 与之一笔高低 没想到院主老曾们看了袈裟起了贪念 想占为己有 就在夜里火烧了唐灯师徒 后来师徒二人虽然脱离了火海 但袈裟还是丢了 真正聪明的人都会藏富 懂得闷声发大财 比起面子上的熏荣 真正值得炫耀的是你骨子里的修养 第二点 功不求赢 夜不求满 自古人生最寄满 半贫半富半自安 半冷半哑半心安 很多人喜欢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 每天的各种晒 男人喜欢晒车子房子事业 女人喜欢晒名盘的包包 大盘的香水 可人生就像是一段路 有上坡必然有下坡 没有一个人真正希望你活得好 除了你的父母 你现在有多高调炫耀 日后跌过谷底就有多凄凉 艳阳高照终会日若夕站 脚尖明月终会亏缺入垢 文人处事其实并没有什么诀窍 最重要的就是办满的心态 第三 话别太慢 事儿别乱来 自己做不到的事儿呢 不要轻易地开口 主动揽下 作者无心听者有意 人到中年 圈子多人脉广 不过仅仅是为了显摆广而告知 那这种炫耀不但不会给你加烦 反而会破坏你的人际关系 在别人看来你朋友多路子广 那找你帮忙办事肯定会轻而易举 那你若拒绝会被激恒在心 你若答应还要拧着头皮求人办事 事情办成了你欠朋友一个人情 事情没办成别人还会觉得你无能 最后落个吃力不讨好的下场 愿你我都能保持一颗平和的从容心 远离第一层次的朋友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